然后这个问题大不大这个问题呢 应该算是我们临床最常见 或者是最被经常会被问到的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了 我们就常规地会去想 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就像刚刚这位咨询的朋友 他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提炼这个信息 他首先是自己摸到的 他是自检发现的 然后呢有两个公分 然后呢有多个总块 然后呢比如说像泰语说是不是很硬 自硬 说仅仅凭这么几个信息 很难对这个问题大不大 来做出更近的评判 就像我刚刚说到了 我们对这个结节的一个判定 或者对这个结节的治疗也好 我们需要就像我们警察判案一样 断案一样 需要去收集更多的支持 去收集更多的一些讯息 来推测预测这个结节的这么一些性质 就像这个患者的话就强烈的建议 首先第一个第一条建议 就是去到我们规范化专业的专科来就诊 然后呢我们专科医生就会对你的这个结节做相应一些评估 比如说他会需要获得你的 比如像刚刚说的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像你的年龄 像你的这个总块长了多久 或者是总块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原来说是短期内突然增大等等 这么一些自然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他会给你做体格检查 体检查的目的呢在于哪呢 在于明确这个节节的边界 肿瘤的位置 肿瘤的大小 肿瘤和周围组织的一些关系 容易不容易推动啊等等等等 然后呢 查体过后还会有我们常见的一些辅助检查 他刚刚说到了 比如说我们主线常见的 像主线的超声 超声检查 他就可以提示你这个肿块的边界 肿块的回声 肿块的血流信号等等 然后呢还会有我们乳线的 X线检查就是我们的木把检查 他会提示这个肿块也是一样的 肿块的大小位置等等 他还会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他就会看这个肿块内部 或者是肿块周边 或者整个乳线内 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一些盖化罩 如果这个肿块高度怀疑有问题 我们还会有更更精确 或者更进一步的像磁空症的检查 他就会对这个肿块做更进一步的一些评估 然后综合所有的这些病史 然后我们查体 我们辅助检查 综合所有的这些资料 才能对这个问题大不大 做出一个初步的预判 就算如果说怀疑有问题 还需要入院做更细致 更详致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策略的制定 然后如果是个癌 或者如果不是个癌 他的治疗